特別注意,請你注意一下 因為它這個薄殼功能很容易出錯 它要馬上出現什麼?移除面 點了3D實體一般按Enter錯了不對 所以它這個指令有點陷阱 習慣就按Enter或按空白鍵,不行 你要馬上去選面,你要移除的面 比如說我要移除哪個面?移除這個面,點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怎麼樣?這個地方就會出現什麼? 找到一個面,移除一個面 那如果說我還要再點這個,再點一下 找到一個面,移除一個面對不對? 然後你就直接怎麼樣?這個時候才按Enter 特別注意,不是你選的就馬上按Enter 選了3D,再選移除的面,再按Enter 或者按空白鍵 這個時候呢,它會問你說你薄殼的距離 大概給1就好,你也不能給太多 太多的話,它挖不出來 因為它超過那個半徑,那大概給1或給2 好,這個時候的話呢,我們就開始 它就會幫我挖洞 不過這個時候就考驗你電腦速度的時候了 還有呢,你那個3D實體如果太複雜的話 可能要很久很久很久,因為它一直計算一直計算 把你不要的部分把它挖掉,那要花很多時間 好,那我想這個部分各位可以試試看 因為現在大概也要等很久,可能要超過好幾分鐘 好,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今天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回去有時間,一定要多練習 好,那我今天的那個上課的部分呢,我也把它錄下來 然後回去我也會再給各位 那最後我這邊已經跑完了 那因為我移除兩個面,所以現在我看到的結果 這兩邊是挖空的,那我畫面就不切回來 就是兩邊就挖空,就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那我這邊有把它錄下來,如果回去各位有想要看 好,那你就會 好,謝謝 感谢观看